大家好,欢迎收看北极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自10月27日,乙军动员至少两个装甲师和步兵师2万人 发动对加沙地带北部进攻 乙军采取分区清剿策略,先要求平民撤离 随后兵分先清剿北部,一路从最北端靠近海边 从北向南推进,另一路插入加沙中部,将加沙一分为二 然后向南向北推进,乙军已经控制整个加沙北部 包围加沙城,占领最大的难民营,贾巴利亚难民营等 乙军还基本占领了西法医院,并公布了一些轻武器 炸弹背心,通信器材等军事装备 还有在一间屋子里有办公桌,有电脑等设备 从战场的局势看,二十多天过去了,乙军军事进展非常顺利 并没有发生一些军事博主所说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更没有出现令乙军伤亡惨重的游击战 城市巷战,甚至地道战 目前,乙军主要碰到的是少量的哈马斯武装人员 从地道突然冒出来,打黑枪,丢炸弹 普遍是边打边跑的情况 自开展地面军事行动以来 根据十月二十日的数据,乙军死亡人数仅仅只有六十五人 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大量的死亡现象 而乙军击毙和俘虏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只有数千人 根据乙军十月十日的说法 自从加沙战争开战以后 乙军已经歼灭了大约近四千名的哈马斯武装人员 这意味着乙军开展地面行动 歼灭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也就是两千多人 那么,数万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主力到底去哪呢 要知道加沙地带北部是哈马斯在整个加沙地带的重点区域 由于靠近以色列,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苦心经营多年 武装力量还算可观 以色列国防军程在开战之前 哈马斯的军事部门在加沙地带由大约三万名成员组成 分为五个地区旅,24个营和大约140个连 而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下属的军事组织,卡桑旅 说是旅,但并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旅籍单位 卡桑旅下下六个旅,具体人数说法不一 从五千人到三万人不等 卡桑旅并不是正规化的军事组织 没有制式的武器装备 甚至连制式的军装、军衔都没有 所以不能按照正规军队的编制来推断兵力 哈马斯本身就是藏兵云民 很多成员平时并不在军事单位中生活训练 只有在进行行动时才拿起武器参加 真正完全脱产的武装人员 也就五千人左右 因此可以认为大量哈马斯武装人员 最大的可能就是脱下了军装 扔掉武器 混杂在了南侧的加沙地带居民中 跑到加沙地带南部去了 除了混在平民中 还有可能通过地道里逃到加沙地带南部 目前 以色列摧毁了加沙北部130条以上的地道 但是哈马斯的地道很复杂 位置很隐蔽 四通八达 甚至可能通向埃及 实际上这里另一个证据表明 哈马斯武装人员可能撤到加沙地带南部了 以军表示战线将延伸到加沙地带南部 近日 以色列首席军事发言人 哈加利表示 以军将打击任何可能找到哈马斯的目标 包括加沙地带南部 在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动 也会继续 最近几天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对非地南部的地面进攻 可能迫在眉睫 我们决心推进 哈马斯在哪 就打到哪 包括非地的南部 他说 只要时间地点 条件 最有利于我们 我们就会出击 因此 从目前看 乙军对加沙南部的地面进攻 明显会加大 11月18日晚 乙方长加兰特宣布 乙军将在加沙地带南部 开展地面行动 11月19日 乙军方表示 乙军总参谋长 哈利伟已批准乙军 继续在加沙地带 发动地面进攻的计划 加沙南部平民的灾难来了 昨天开始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 相继进入20日 就是联合国世界儿童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讲话中说 我们正在目睹 自我担任秘书长以来 在任何冲突中 前所未有的 对平民的杀戮 在他的这句话下面 是社交媒体平台给出来的一条注释 提醒读者们 古特雷斯的这句话并不准确 平台的注释说明是 古特雷斯国务卿于2017年上任 被认为是叙利亚平民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年 有超过一万人死亡 尽管野门战争 在古特雷斯上任之前就开始了 但在他任职期间 知识金和剑机死亡人数 达到了37.7万人 社交媒体平台没有说明的 平民死亡数据还有很多 而这些都是联合国记录在案的数据 当然 大雄非常清楚 古特雷斯想说的不是 别的地区的平民伤害数据 他指的是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已经导致了超过 一万两千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其中超过40%是老人和儿童 古特雷斯引用的是 哈马斯在加沙的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他显然没有考虑目前 正在被劫持的儿童人质的数字 10月7日一天 被哈马斯恐怖分子 劫持到加沙 儿童就有40人 这里面的每一张照片中的孩子 现在都还在哈马斯的控制中 生死不明啊 不止如此 这些孩子在被劫持的时候 几乎无一例外 都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亲人 被当即处决杀死 或被强奸或被酷刑虐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记录被发现了 让世人看到哈马斯都在做什么 2023年10月7日 不只是犹太人不要忘记 不只是我们普通人不要忘记 就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也不要忘记 哈马斯 也不要忘记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日子的态度 都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日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也同样不一样 这个日子 未来带给你的结果 将绝对对得起你今天 看待它的态度 昨天 BBC发布了一条新闻 确认了在西法医院地下 存在着大型复杂的 哈马斯地道系统 并且公布了一段医院的监控 显示在10月7日当天 有人质被押入了西法医院 面对体育班的证据 哈马斯狡辩说 这个视频正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因为他们及时的将人质 送进了医院救治 然而 只要头脑清醒的人 只要看看地图 就可以看出恐怖分子 将人质接受到加沙的每条 可能的路线上 都会经过至少五家其他医院 最后才会到达西法医院 所以 他们带人质去西法医院 就是因为这是哈马斯的基地 要将人质集中管理勘压 所谓的救治 只是为了保护要挟谈判的筹码 而视频中 另一个被几个哈马斯分子 压卸到西法医院的 就是一名泰国工人 今天 以色列官方公布了一段 审讯哈马斯分子的录像视频 在视频中 被捕的哈马斯分子 坦诚 红十字会知道 医院被用作哈马斯的军事基地 当这位被俘者被问及哈马斯 为何在医院活动时 回答说 哈马斯非常清楚 以色列永远不会袭击 有病人和平民的地方 哈马斯自己知道 以色列国防军是一支有道德的军队 绝不会在医院被占领时 袭击医院 当然因为是被辅者的审讯视频 就必然是以色列官方公布的 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可能杠精们会说 这个材料 因为以色列提供的 所以不真实 也许在审讯时 会驱打成招呢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验证 这个视频内容的真伪 大雄只是在这里 问杠精们一句 你们不用回答 你们只需要自己脑子里想一想 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内容 到底是真还是假 不用说出来你心中的答案 放心 我们不会知道的 只有你自己和老天会知道 我相信大雄和老铁们 看着这些 都会更加的理解 这场哈以战争 理解为什么以色列 宁愿冒着哪怕 全世界的舆论风险 要推进袈裟的军事行动 铲除哈马斯 理解为什么 在以军的阵亡军人中 有80%以上 都是军官 而只有不到20% 是普通的士兵 理解为什么 以色列县政府内阁中 几乎所有内阁部长的子女 不论男女 全部已经应证入伍 并以普通士兵的身份 悉数在加沙前线作战 其中包括总统赫尔佐格的 正失联的独子 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 国防部长加特兰的两个儿子 劳工部长约阿夫本 图拉的四个女儿 和各自的丈夫等等 现任内阁所有部长中 仅有一人 因子女未成年 而没有家人 应征参战 理解为什么 即使国内出现那么多的 反以色列的游行 示威 集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翻人科比 还会在昨天这么说 他说 以色列并没有试图 将巴勒斯坦人民 从地图上抹去 将袈裟从地图上抹去 以色列正在保卫自己 免受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的威胁 所以 如果我们要开始使用 种族灭绝这个词 很好 让我们适当的使用它 也因为这些 大雄和大雄的老铁们 就更加能够理解 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 对于地道中的哈马斯分子 采取这样的打击手段 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 会对只是利用一栋小楼 骚扰乙军的哈马斯据点 采取这样的打击手段 昨天 以色列军方表示 将很快在加沙走廊南部 开始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进一步的扩大 地面的作战 彻底的摧毁哈马斯 并解救仍被扣押的 200多名人质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 24个营中 迄今有十多个营 在战斗中 严重的受损 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被杀 以色列国防军官员称 加沙北部的两个哈马斯营 超过50%的指挥官被杀 加沙城的四个哈马斯营 也发生了同样的射气 昨天下午 大雄在视频的留言中 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大雄 你觉得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 哪个会提前结束 我不加思索的说 当然是哈尔战争先结束 因为哈尔战争就是俄乌战争 在另一个地区的极端延续 俄乌战争是哈尔战争的原因 只要哈尔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俄乌战争就会迎来它的大结局 好巧不巧啊 昨天美国总统拜登也说了同样的意思 他在华尤发表的最新文章中说 从上个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中我们知道 当对欧洲的侵略未得到回应时 危机不会自行消失 因此 今天对乌坎人承诺 是对我们自身安全的投资 以防止明天发生更广泛的冲突 我们通过支持捍卫自由和祖国的勇敢 乌坎人 让美军远离这场战争 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援助 以阻止普京的征服欲望 这个观点是对的 对任何侵略的绥静 都会导致更多的侵略和灾难 对所有侵略的不姑息不妥协 才能让人们远离战争 不管俄乌还是何阿姨